纽约地产被誉为全球资产安全港 但有不少人盲目跟风 线路投资误区 纽约地产究竟有哪些投资潜规则 是注重长期增值还是短期套现 什么才是衡量投资回报率的风向标 出贷款的时候 突然因为这条 他认为那个楼的经济状况不符合 Fanimate的那个要求 他就把它cancel了 本期安家纽约 教您避免纽约地产投资的几大误区 Castron 您好 欢迎您做客安家纽约节目 谢谢 最近一段时间 市场上华人投资纽约地产的 这个消息是越来越多 无论是大机构还是个人也好 因为纽约的市场确实是非常吸引人的 但是我们也发现海外华人 甚至是美国其他州来纽约投资的华人 可能对纽约的市场来说的话 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所以在投资纽约房地产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一些误区 这个误区如果帮助他们解决的话 可能他们的投资的过程就顺利了很多 你说得很对 陈忠 我认为中国现在就是房地产比较疲软 然后股市最近浮动又很大 然后在过去的上个月一个礼拜之内 人民币又贬值了3% 这样纽约这个房产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会更加吸引更多的个人和公司 到纽约来投资房地产 我现在有很多客户不只是个人 还有公司来买商业地产的 对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 第一个误区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团队 你说的团队应该是说 熟悉纽约市场的本地的一个团队 我知道新泽西跟加州 在你买房地产的过程中 实际上你签合同的过程并不需要律师 可以不用 就是经纪人就可以把你写合同了 但是在纽约房地产的法律非常复杂 纽约的律师费也要比别之州贵很多 所以有一个很懂纽约的律师 就非常重要 还有谈到贷款的过程 如果这个贷款银行对纽约的楼 比如说Condo或者Coop不了解的话 那贷款就很容易出问题 我之所以这样说 因为我有很多客人 他们有的是在自己的公司 有的是在公司做到很高的职位 他们自己都有别的州的律师 经常常用的律师和会计师 但是如果这些人对纽约没有做过deal的话 你一定要用他们的话 客人最后吃亏的是客人 我有个客人他们就是这样 他们在别的州加州买过房子 别的州也买过房子 他们买过很多房子 都是他自己的律师跟会计师帮他做的deal 他们认为没有问题 到纽约肯定也可以 而且他们相信他们 因为用了那么多年了 这样我也可以理解 我当然给他们推荐了纽约的律师 和纽约的贷款银行 他们最后还是相信自己用过的人 就用了 这我也能够理解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 因为在08年以后 银黄贷款已经变得很严了 不像以前 很快就能批下来 对吧 什么都能批 现在就是 它不仅要查你个人的各个收入状况 还要查楼的经济状况 而且Fannie Mae有很多条款就很严 然后纽约的合同里 Condo跟Corp的合同鞋法又很不一样 Corp实际上 如果你个人经济状况 符合贷款要求的话 如果在贷款过程中 它查出来说 这个楼的经济状况不符合的话 你的合同是可以取消的 你不用加专门的一条 来保护你客人的权利 但是Condo就不一样 Condo如果你不加专门一条 说是叫Funding Continuity的话 因为你 如果不是因为你个人的原因 而是因为你楼的原因 经济状况 最后贷款取消的话 你没有这一条的话 你客人的合同是不能取消的 对 那所以说如果是一个 别的贷款机构 在外州 在加州的一个银行 Chase Bank 对不对 它可能并不是对纽约的 具体哪个楼盘的状况 对 它有手上有这个资料 会查得很清楚 对 对不对 如果这时候 你如果用加州的Chase Bank 那可能就会出现 这样一个麻烦 对 所以它当时这个情况就是 它觉得Chase这么大的银行 纽约也有 它果真是像Chase那边贷款 对 它就用的 它说那用我州的 我跟他已经有很多 Business以前的这种contact 他觉得用它更放心 但最后的话 Chase就 批到一半 就那个Commission Manager都下来了 就到要快要 最后那个出贷款的时候 突然因为这条 他认为那个楼的经济状况 不符合 Fanley May的那个要求 他就把它cancel了 一cancel以后 我这客人的律师 又对纽约的 Condo的合同不是很熟 你说这个律师 也是他加州的律师 对 他自己 而且还帮他做过别的州的好多地 他认为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还是个 很不错的律师 可以这么说 对 他就对纽约这点 他不是很熟 他没有加这一条的话 他就没法取消 而且同样这一个楼 当时 纽约的 有四家银行都批了贷款了 所以他就强烈要求取消贷款 那那个 我们卖家就不同意 说那怎么可能呢 我们有四家银行都 都批下来了 你为什么你不能批下来 不是胡说吗 对吗 所以最后他就10%的定金就被 就拿不回来了 就拿不回来了 所以对客人的损失是非常大的 对 所以这个确实是 Christian 你在实际的经验中间 你归纳出一条 如果要在纽约购置房产 做投资房产的话 那一定要用一个本地的一个团队 对 对不对 因为他确实对纽约的房地产 纽约的很多一些法规 对 都很了解 还有承东 我认为第二个问题就是 一个误区是很多人 你买房有两种可能来投资房产 一个可能是自己住 还有一可能就是完全为了投资的目的 对 有很多时候 我的有些客人 他们就会把这两条混在一起 就是有时候没有特别想清楚 你到底是主要目的是为了什么 投资或者购房的目的不是很明确 对对对 对不对 对因为你如果是自己住的话 你有很多个人的感情因素 对吧 比如说有的人呢 可能说我一定要离公司很近 我上班方面这很重要 对 有的人说我 我可能我就是为了小孩 不是我自己要游泳 因为纽约冬天很冷嘛 你出不去对吧 要一定要游泳吃 要健身房 这个对我来很重要 还有些人认为就是说 我买房子就是为了小孩读书 要找一个学区比较好 离得近的地方 除了这些要求以外 他可能还会向你提出说 这个房子以后会不会长得很快 对 增值很快 或者说我住一段时间 我把它租出去 对 我再把它租出去 那这个租金收入是不是也很好 对 这个就你说的很对 就是第二一个投资 很大的一个类型 就是完全为了投资的目的 对吧 所以你认为说 这两个目的不要混在一块 对 因为确实来讲 很难找到一个楼盘 你既可以自助 又满足你自己的很多个人的需求 同时这个投资又是非常好的 这样子就确实来说不可见 就是说你不可能什么都要 你得想清楚 你的top priority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如果你是为了投资的话 你就要把个人的感情因素去掉 要用那个理性跟数字来说话 比如说你就不能说看到一个楼 一看那个大厅非常气派 然后装修也特别漂亮 又有健身房 一看就简直fall in love 就说OK that's it 但是你要是如果说是投资的话 你要想到很多因素 不只是这些东西 比如说你很重要的考虑一点 就是说你要看楼的位置 在纽约这种地方就说 你离的subway 就是train station越近越好 如果你自己住 你说我愿意多走个几个block 可无所谓但是租房子就不一样了 越是离地铁人越近地方 越好租出去 还有就是你要看楼里边的供应跟需求 如果这个楼你看的什么都很好 但是它有几十套房同时在出租 你买下来的话 你要租出去 你就要跟很多人compete 你就可能要花很长时间租出去 这就直接会影响你的那个收益 对吧 我觉得从投资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分几大类 第一类我认为是从长期的投资角度来讲 就是说他们买房子是为了hold 就是停在手里 等个十年二十年 为了长期那个资产的增值角度来考虑 他可能不在乎短期的每月的现金收入 或每年的现金收入 这样举个例子 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应该买这个趋在上升的过程中 比如说举个例子 十年前Chelsea是很破的 很多人都没愿意去住 但是它后来很多developer到那去买房子 开始建楼 如果你看到了这个趋势 你说有那么多的发展商在这够楼的话 你买进去的话 现在十年Chelsea可能是纽约不是第一 也是第二最贵的区额 对吧 再比如举个例子说Harlem Harlem最近这两年的townhouse 因为曼哈顿的townhouse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就是最便宜也要四五百万 所以这两年的话 Harlemtownhouse每年 差不多涨17%的样子 这就是说你看这个长期 它本身资产增值 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我认为这一类就是应该看 这点非常重要 你想一个长期持有的话 那最好去看一个增值潜力 比较大的一个区域 对 是购买房产 对 还有一个很多的人买房子 是为了每年的现金回报率 就是说我希望这个房租出去 去趋掉开支 看看我每年的回报有多少 这个我们就谈的叫做cap rate 对投资房这个数字非常重要 cap rate的算法就是你每年的房租的收入 就是你的总收入 去掉你的支出 也就是你的一般就是你的管理费 还有那个property tax 这就是你的支出 剩下的是你的净收入 净收入除以你这个房子的房价 就是你多少钱买下来的 就是你的实际上叫做cap rate 就是你每年的return 对 还有一个算法呢 叫做cash on cash return cash on cash return的话呢 是这样算的 就是说净收入再减掉你贷款的费用 比如说你的interest 还有那个每个月的mortgage payment 再除以你贷款用的这个cash 因为你比如说买一个名的房子 你可能只放30万 是不是 这样的话 cash on cash return 这个数字其实更说明问题 因为很多人实际上 他不愿意全部用现金放下去 他如果有个钱 他是用贷款来购买的房产的话 对对 那你可能就要用cash on cash 这种算法 对 来看看你的现金的回报率有多少 对 因为这个每个人不一样 每个人放的现金数目不一样 每个人可能来到的那个银行历史 也不是很一样 这个就这个数字更说明问题 对 我认为在曼哈顿的话 实际上就是我们broker知道 如果是个人住房的话 cap rate差不多是2%到3的样子 如果是商业房的话呢 差不多是3%到4的样子 所以如果你想找比较好的那个投资回报率的话 可以看一下周边的地区 比如说Bronks Brooklyn Queens Queens可能能到45%的样子 对 因为这个cap rate的这个数字越大 就说明说这个投资回报率越高 对 还有一个投资的一个很大的一类就是flip 我们叫的flip 就是说你买下来以后 你把它装修 然后重新再卖掉 这种情况一般我认为用townhouse或者house single family house 这种情况比较适合 在曼哈顿我觉得如果像condo 就楼里这种 除非你把整个楼买下来全部装修 对吧 我觉得如果flip的话 纽约很多townhouse可以flip 比如说我看有个developer 他就是在SOHO买了10个million的一个townhouse 一年之内他把它全部装修以后 就卖了20多个million 这也是一个做法 但这就是对 这就是投资商 大点的投资商来做这种投资方式 对 flip实际上就是买一个比较破旧的一个楼 对不对 但是可能location非常的好 对不对 然后他只要稍微进行一个改装 装修以后 再卖出去这个价值 这也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投资的一种方法 这个回报率就比较大 对 你说的对 所以你刚才提到了两个误区 确实来讲 这个都是在现实生活中 可能很多人都会遇到的 但实际上还有不少的误区 在纽约投资要注意的地方 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广告之后呢 好的 我们接着聊 欢迎回到安家纽约节目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投资纽约房地产有哪些误区 以及解决之道 Kirsten 我们在上半段说了两个误区 其中你讲到说 在纽约投资房地产 实际上这个cap rent 这个投资回报率 现金回报率 其实不是很高 你刚才说在曼哈顿 有的时候只有2和3 我想下一个误区就是 很多人来纽约投资房地产 可能是误以为 在纽约的房地产的 现金回报率很高 对 是这样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你说的很对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 纽约是个投资房地产的 很好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就期望这很高 结果到了纽约 一看这个每年的cap return 这么低 很多人就吓一跳 包括我有很多客户 不管是个人投资 还是商业投资来 一看说怎么会这么低呢 我认为其实这个cap rate 低的原因有几点 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过 这个cap怎么算 一个是纽约的 首先房价已经比较高了 因为纽约是一个 比较稳定安全的市场 它的房价一直在稳步上升 正因为它安全 所以它可能return 就是会少一些 而且它每 你维持一个房子 要很多那个cost 就是你的管理费 property tax property在纽约还算是低的 但是管理费实际上 并不低 你condo的话 因为你不用管了 你如果是house租税的话 你要当房东 你要去管好东西 这个东西坏了 这个修你要去天天去管 但condo你就什么都不管了 可以甩手 你就让那个管理 楼里的管理去管 这样你就要付这个管理费 对不对 这管理费就是 吃你的cost 因为这个并不低的话 就造成你的cap 你的现金的投资回报率 会低一些 但是我觉得正因为 那这是不是说明说 纽约房地产就不值得投资论 对 这有的人会这样想说 为什么我还要到纽约来投资呢 但是你从纽约的历史上来看 对吧 举个例子 很多大部分人到纽约来投资 实际上是为了长期的资产的 安全性跟保值性 对吧 比如举个例子 1980年的时候 在中央公园西边 80多街的townhouse 才6万5千块钱就可以买下来 多少 6万5千块钱 80年代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 对对 但现在你看到最破的townhouse 在中央公园西 不管西还是东 都要至少400万到500万 如果好点的都要到20个million 就2000万了 对吗 所以从长期的角度来讲 这个资产升值在纽约 非常安全和稳定 而且你如果只看 每年的投资回报率的话 并不能说明很多问题 对吗 对 那既然在纽约 现金的回报率 并不是太高的话 那我们有没有一些tips 可以尽量地 在目前的状况下面 去提高我们的回报率 对 你说得很对 我认为就是 举个例子 就是说 房子装修和设备越好的话 我们叫做class A building class A 从商业角度来讲 class A building的cap 一般都是比较低的 如果是比较差点的楼 虽然楼价钱低一点 但是它的租金对比价钱 它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class B跟class C的楼 它的回报率就会高一些 还有呢 所以说如果你是买作为出租用途的话来说 不一定要去买class A 就是中修非常豪华的这样的公寓 是这样的 如果你对cap要求非常高的话 特别是好多商业投资 它就说 我就是商业投资 我对这个每年的return很重要 是吧 多少年以后我不知道 但我就看这每年的return是多少 那你就要看一下class B或class C 而且曼哈顿里边的话 总的来讲cap都比较低 如果你要cap比较高的话 要看一下周围地区 比如说Bronx Bronx可以到6的样子 Quins也可能到45的样子 或者Brooklyn 就是稍微离曼哈顿远一点的去 这样你可以找到比较好的投资回报率 还有一个tip呢 就是说从你个人投资角度来讲 如果你是买公寓房租出去的话 我认为其实买粮食 要比一时跟三时都要好租 如果你是面积差不多的情况下 你最好是买粮食 或者是一时的话 房型比较容易感 就convertible 可能改成粮食的话 这样你就更好租出去 比如举个例子 你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 差不多60多万 65万 有时候60多一点 你可以买到一个一时一厅 但有好多 有些一时一厅 很容易就能割成一个粮食一厅 这样的话 因为哥伦比亚附近 有很多学生 是不是 如果学生 当然你粮食的话 两个学生和租是更容易租出去 而且你的房租收益会更高一些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对 我们确实遇到说 有的时候 比如说1000尺的单位 它也可能是一房一厅 也可能是两房一厅 价格也不会相差太远 但是你鼓励大家说 尽量要选同样面积 但是是这个房型要多的 对 两房的 对 要多的 因为这样子租金就会提高 然后这个REP就会高一些 而且你可以找到的 tenant的选择范围也更大 对吧 还有一个点就是说 你要找carrying cost比较低的 因为carrying cost就是你的每个月的 carrying cost就是我们讲的common charge 一些管理费比较低的 对 common charge再加上property tax 那个整个加起来是你的carrying cost 那你的支出越低的话 你的return就越高 对 所以在买房的时候 不仅要靠看这个房屋的价格本身 还要看看它的地税 以及它的管理费是多少 对 这很重要 因为说到地税的问题就是 要找有tax abayment的房子 right 就是地税减免的 对 这样的大楼 有很多新楼 基本上都有10年到20年的tax abayment 这样的话 10年到20年以后 你的贷款基本上还了一大部分了 然后整个房市的房价也涨了很多 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 没准你就可以卖掉了或者怎么样 举个例子 比如说twenty pine street 那个是个比较新的楼convert 它的那个一时一厅 大概是1.2个million左右吧 但是它的property tax一个月 才100块钱都不到 这样就是非常好的机会 对 还有一个 你要让你的经纪人帮你看一下 这个楼如果别的什么都好 但是你要看同时在这个楼里 出租到底有多少个房子出租 如果比如几百个房子的楼 有三四二三十套的房子 同时在出租的话 你就等于说有那么多人 在跟你compete 那你这个房子可能要等个 两三个月三四月 也可能租不出去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 这也是很重要的考虑的因素 对 如果你要追求一个比较好租出去 同时不需要控制力很多 对 那这个大楼最好不要有别的 这个房屋 也是作为这个投资用途的 出租用途的和你竞争 对不对 所以你要去看看这个租售比 对 这个大楼 对 有多少套的房屋是拿去出租用的 对 那当然越少越好 就竞争就少了 你说很对 还有一个就是在资金许可的情况下 condo比co-op是要贵 但是在市场整个往上走的时候 condo的整个价值增值的速度 要比co-op快很多 所以能够买condo最好是买condo 如果做投资房的话 而且新的房子的话 稍微新一点更容易租出去 越新的话 随着市场往上走 它涨得也要越快 比旧房要涨得快 对 虽然我们刚才是说到这个 避免纽约投资的房地产的一些误区 对 但实际上说 确实这个误区可能大家都有认为说 这个投资回报率很高 对 但是你刚才也提到了 虽然这个投资回报率可能在曼哈顿 或者一些其他地方不是那么高 在纽约地区 但是起码有一些方法 有一些tips 可以让大家怎么去提高 你的现金的回报率 对 是这样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 很多人认为 就是说纽约是一个炒房的天堂 因为你知道在中国 很多城市没有property tax 然后你转卖转卖 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手续费 但是纽约因为它的房地产 是一个很成熟 也很规范的市场 在你买和卖的过程中 有很多的费用要考虑 比如说你买的时候 你要律师费 在纽约律师费就要2500到5000的样子 然后你要交你的贷款的费用 这个就是银行各种各样费用 还有就是你如果是一个美元以上 又要交mention tax 对吧 还有你要保险费 比如title insurance 这大概要两三千 就是说看你的律师 怎么帮你找title insurance 还有政府要收这个transfer tax 对 交易 对 transfer tax实际上是一般是卖家要 但是有的时候楼也会把transfer tax转给买家 特别是你买新房的时候 新楼的时候 对 所以说最为买家来讲 买房的时候这个cost 买房的cost 他们基本上有时候会到4%到6%的样子 如果你卖房的话 就像你说的 你要paytransfer tax 然后co-op叫做flip tax 有些楼会把这个tax转嫁给买家 然后你的经纪人费用在纽约就是5%到6% 对 然后还有你的自己的律师费 对 所以作为卖方的话 你卖一个房子 可能这个cost是你8%到10%的样子 所以这个你如果买了晚上卖 你要想想你是不是appreciate了那么多 能够cover你这个cost 这是你要考虑的问题 所以纽约并不是一个炒房投机的这么一个天堂 它不太鼓励你 对 你也可以这样做 但是你要想想你能不能赚钱 对 是 就这样 所以大家不要抱着这种炒房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对 投资纽约的房地产 对 你说的很对 还有一个误区 我就认为是 有很多人到纽约来对纽约的房型不是很了解 当然我知道很大部分的州都是single family house 但在纽约呢 有condo 有co-op 还有一种叫condo up 对外海外人来投资的话 如果你买投资房的话 当然是co-op是不适合你买的 因为condo的话 你可 你买的话不太容易被拒绝 基本上没有说谁 没有钱买不到condo的 right condo就是有产权的公寓 对 而且 而且你租出去也很容易租 就是说你 不会经过很严格的审查过程 co-op的话 你买的过程中 你可能被拒绝 你租出去的过程也可能他们不允许这个tenant的住进来 但是有些co-op它确实比较宽松 你住够几年以后基本上可以随便租 这也是有这种情况的 对 我知道有这么一种类型的公寓 他们叫做condo 对对对 condo 实际上是co-op的产权的形式 对 但是管理的方式又是condo的管理的方式 可以这么说 实际上condo-op这个东西非常复杂 condo-op一般是 它有一部分是 condo commercial 它actually是那个就是商业地产 比如说它有第一层是商店或者什么 然后上面呢又有那个住家 所以它就把它叫做condo-op 它的那个住的这部分呢叫co-op 还是co-op 但是商业地产这部分呢 它又做很condo 是有一些condo-op 它的board比较宽松 因为我有客户 他如果想找投资房的话 如果只看condo的话 就没什么选择 你如果再加了condo-op的话 会多一些选择 有些不是所有的 但有些condo-op确实比较宽松 就是说你买了以后可以马上租出去 它的board允许这样做 对 其实上这个又回到了 我们该讲的第一个 就是确实要聘请当地的团队 对 对不对 那这样子就真的是非常能够了解 这个纽约地区有什么样类型的房产 有些房产适合投资 有些房产是不适合投资的 对 那你该介绍这个condo 也许它确实来讲 它的价格又是co-op的价格 但它在出租方面来说的话 又是condo的管理的方式 又比较容易出租 对 那这个如果是外地的 或者是海外的华人 确实可能不太了解这么细的一些房产的类型 里面的投资的奥秘 你说对 你必须要有当地的经纪人对这个很了解 对周围的楼很了解 他才能给你找到比较合适的投资的那个选择 对 而且能够了解纽约的不同的房屋的类型 对 找到你最好的投资的这种标的 对 这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就说有个合适的团队是非常重要 这样的team 大家能合作在一起 才能把一件事情做成 如果你这个团队对这个地区非常非常重要 而是专家 那你成功的几率就高多了 对 所以非常谢谢Custon 今天我们通过一期的节目 我们来谈谈在你工作的经验中 投资纽约房地产 可能会遇到的哪些误区 以及解决之道 我想观众朋友看完我们这期节目 一定有所收获 安家纽约节目就是希望成为您安居之夜的顾问与帮手 您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箱 把你的建议和意见告诉我们 您还可以通过新浪微博 Facebook Twitter来关注我们 与我们互动 获取第一手的房产资讯 想观看本节目更多的精彩视频 请登陆美国中文网和YouTube 好感谢您收看安家纽约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